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到我们是不是专业地去操作呢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对了 而且可能它的操作不当 然后还有几个重要的是需要去注意的 好 我们今天就好好地来聊这一个 先看今天的大主题 拔罐疗法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医自然疗法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 拔罐疗法不仅没有被淘汰 甚至已普遍地应用于各种病症 有些民众还会自行购买拔罐器具 在家中进行治疗 近期据新闻报道 在中国一名妇女因常年受富贵包的困扰 自行在家中进行拔罐疗法 不料一次因错误的治疗手法 而导致四肢瘫痪被紧急送冤 究竟拔罐疗法是如何导致身体瘫痪 而身体有哪些部位是不适合进行拔罐的呢 如果受到富贵包的困扰 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治疗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跟随专家认识拔罐疗法 选择正确治疗富贵包的方法吧 是的 不是说什么疗法都是可以自己在家做 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帮我们做的 好 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 就是严勤中医师 严医师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宝康中医的严医师 严医师你好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那么拔罐最主要它的用途是来做什么呢 是的 拔罐它是通过吸附在肌表上 然后刺激穴位的那个巡行嘛 所以它的作用呢 主要就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然后还可以缓解我们的肌肉疼痛 然后还有促进排毒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可是它是如何增强免疫力啊 那你说促进睡觉循环可能我可以理解 对对 但是免疫力它又关它什么事呢 因为整体的气血通畅了嘛 我们的气血通畅的话 我们的阴阳平衡就会上来了 所以这些都是通过一些中医的传统辅助方法 然后把这个正气辅助上来 但是有些人就说呢 拔罐也是要特别的小心要注意哦 因为很容易受伤啊还是烧伤哦 它是不是有一定的风险 是的 如果操作不当的话呢 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破损 还有一个就是会再来 就是如果感染风险也会增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操作如果那个罐子太烫的话呢 就会导致我们有个烫伤的风险 那么如果患者有一些突发疾病的话 或者一些慢性疾病的话 如果在不当的操作下 就会导致一些突发疾病的加重 这怎么说突发呢 就是休克啊还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些头疼啊 比如说本身患者就一些头疼 或者是高血压的话 对 就要在医师的经历 对 特别小心 这里呢我们在现场呢看到呢 有许多不同的这个大大小小的罐子 所以不同的这些罐子呢 就是可能在不同的部位进行的 对不对 对的 好 因为罐子 因为可能之前就是那个新冠嘛 对不对 是 让很多人很害怕 那么其实我想问这个罐子是否就是 要消毒啊 每一个人在进行前 每一个人进行前后 我们都会进行消毒 对 以免交叉感染 有没有说要吐别的罐子 因为可能在家里面 我们可以随意地用其他的罐子 对 一般自行在家操作的话 都是使用一些器罐 那么这些玻璃罐 因为我们是需要火苗的嘛 所以尽量是建议 不要在家自行操作 寻找专业的医师 可是罐罐就是一定是在背部 蜘蛛多数是在背部 对 多数是背部 自己讲做呢 自己的话呢就是要用那个器罐 因为器罐的话 好像吸起来的箱 不需要火烧了 是的 可是它也是玻璃罐还是塑料 不是 它是塑料罐 这样会不会有影响呢 塑料罐和这个玻璃罐 当然这个效果会更好 因为它有一个热 它有一个火在里面 所以会把我们里面的湿气 含气给抽出来 那我在这里也看到有许多不同的 大大小小的这些针 这个就是拿来做什么呢 这针的话是如果针对我们今天 富贵包的主题的话 针灸的话可以很好地改善 我们那些节节的富贵包节节处 所以可以消除一些肌肉紧张 然后可以帮助那些原性物质的吸收 然后把它代谢掉 就是配合把罐同时进行的 对 就是把那个发炎部位给代谢掉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那个新闻 就是瘫痪吧 对不对 那它就是因为有富贵包 是的 首先那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部位选择不当 对 它在这个脊柱上 可能它本身的脊柱上 就有一些节节的聚集 那么在它的那个压力过大 或者是时间太过长的话呢 它就会导致我们脊髓内的压力 发生变化 对 所以那个周围血管 就会产生破裂 出血 然后就会有一个急性 颈部疼痛 四肢无力 瘫痪的一些症状 这个是暂时性的还是会永久呢 它如果进行手术的话 就是把那个血肿给去掉 它血肿不压迫那个神经和脊髓了 它就可以慢慢地抗护 刚刚医师你有提到一个叫什么 节节啊 节节 就是我们的肌肉 它气血循环不好了 所以它就会一些病离残物堆积在那儿 好像阻塞这样子 就是硬块这些 这样刚才我们讲说 血管破裂 就是说那个女生 她就是把关血管破裂 有时候我们把关就是说 看到越红越黑 感觉上好像说瘀血 就以为说是好 那毒全部出来 以为是好事 所以她可能不会察觉 这个是血管破裂 甚至会带来危险 所以要怎么样去分辨呢 是血管破裂 很紫色的还是红红一点 那么一般上说就是紫色红色 我们就是说它的寒气湿气比较重 对 但是就是说还是选择的部位 因为一般我们坐在那个肌肉 肌肉双侧 那不是在脊柱的中间那一侧 这样刚刚我们有提到 刚才我们的这个女士组 因为可能选择了不恰当的这部位 对 那么有什么部位呢 是不适合做这个把关的 比如说皮包的地方 好像手背 脚背 还有头顶 因为把关会让罐子容易脱落 起不到这个把关的效果 对 总块就是大血管的对方 对 总块血管 季节处 这些都是防止出血 皮下出血 或是本身一定是有烫香 有皮肤破损的一些 对 这些是有肯定不能的 那我们这里就有一个观众 想问一问我们的医师 我们的观众的手机尾号 4387 他想问一下脸部可以做把关吗 因为刚刚老师没提到脸部 是 脸部的话 在面摊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做把关 但是我们说的是不留罐 散罐 什么意思 就是不留痕迹的 对 不留痕迹的 就是我们快速地将罐子拔了抽 就抽 对 为什么要这样进行呢 主要是 去风通落 面摊的话 一把我们是说风鞋组织了 不然的话 拔罐子后不是有一个好像可以勤的 对 所以有大部分有罐 这其实什么人群是不适合做这些拔罐 是的 小朋友呀 12岁以下的小朋友 为什么 他的肌肉比较薄 血管很薄 对 肌肉比较薄的话 我们尽量就不要 就很容易导致他血管破裂吗 对 对 小朋友尽量还是不要 然后孕妇 对 孕妇为什么好吗 孕妇因为拔罐气血 所以会担心他会有这个气血流畅 对 流产的这个健康 老师 我刚才你也说老人家不是很建议 但是我看很多老人家很喜欢去做拔罐 对 老人家不是说不能 如果他是虚症的话 我们尽量就是可以拔 那可能时间上就要相对地减半 不能拔太久 或者是一些心脏疾病 高血压的患者 对 这些我们完全不可以碰吗 不是说完全不能 但是我们必须先经过检查 先确定患者的情况 如果他是属于稳定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进行拔罐 但是尽量就是说自己在家的话 不要随意地自己操作 一般上拔罐 就是他不是印在我们的身体上 多久你才可以拔出来 OK 建议是10到15分钟 10到15分钟 然后立刻就会有印对不对 对 你就会看到颜色的变化 痒痒的 对 痒痒的话一般都是在 那些过敏体质上比较常见 我经常会痒痒的 拔罐之后 对对对 不是因为毛孔打开 也会 但是过敏体质它会比较容易有这个反应 所以对对这样的体质大概多久会消失 你是说那个硬吗 还是红印红印的话一般两到三天 但是如果你说那个阳阳那个潮红的现象几个小时就会消失了 那你有没有说就是要隔多久才可以进行再次重新做 建议我们建议是一到两周 一到两周 这如果到时候它的红印还在的话还可以再做吗 红印还在尽量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室管还没有复原是吗 因为拔罐在我们中医来说它是属于一个泄法嘛 所以如果太平密地去拔罐的话是有一点伤到我们的正气了 就会越拔越虚 对 而且如果太平密地拔罐我们皮肤上的组织 就会变得真厚变得比较硬 像穿了一个回甲一样这样 也不是说就是凡事好的东西我们就一直在做对不对 对对对 不能太过分 这样如果是在做这拔罐之后呢 有什么需要注意吗 比方说饮食还是作息需要特别地调整 冲凉立刻可以的吗 因为 不能 不能 对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毛孔是属于张开的一个状态 所以尽量就是不要直接冲凉 尤其是冷水澡 要隔多久才可以洗澡 至少两到四个小时以后 然后要冲热水澡 对 尽量冲冷水澡 那饮食方面呢 饮食方面尽量清淡 少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这样那个疗效才会更好 有没有说就是可能要喝很多水啊 给它排毒类似这样的东西 对 一般来说在如果在临床上我们拔完罐之后会要求患者保持姿势 提到拔罐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式或者是种类的 我们立刻来克服一下 那到底呢 有多少种又有怎样的呢 各种拔罐法 走罐法 走罐法 走罐法又称推罐法或拉罐法 在治疗过程中 医师会先在患处涂抹润滑油 再选择罐口较大且光滑无破损的罐具 然后采用闪火法或投火法将罐吸拔在皮肤上后 慢慢来回推移 罐具的停留时间很短 数秒后便会迅速移除 走罐法的主要作用是迅速刺激局部皮肤和肌肉组织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加速新陈代谢 同时也有助于缓解疼痛 消除疲劳和舒缓肌肉紧张 不过这种拔罐法由于停留的时间短暂 只适用于一些轻度症状的缓解和舒缓 闪罐法 闪罐法是一种快速且短暂的拔罐疗法 也称为顺罐法 在闪罐法中 医师会利用罐具 迅速在患者体表形成负压 然后立即移除罐具 使罐具只在体表停留3到5分钟 闪罐法的主要作用是迅速刺激皮肤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有助于缓解疼痛和舒缓肌肉紧张 由于操作简单 时间短暂 闪罐法适用于一些不宜长时间流罐的人群 如体虚 体弱者或病情较轻者 刺落拔罐法 刺落拔罐法是在流罐法的基础上 加入针刺疗法的一种拔罐方式 在刺落拔罐法中 医师会先在患者体表 相应的血位上进行针刺 然后再进行拔罐 通过针刺和拔罐相结合的方式 可以更加深入地刺激经络 调节气血 加速疾病的康复 刺乱拔罐法常用于治疗气质血瘀 经络阻塞和疼痛症状较重的疾病 如肩周炎 颈椎炎 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等 欢迎回来 那上一个环节我们一直说 富贵包 富贵包 那到底什么是富贵包 你看那个新闻中的那个女士组 就是因为为了减缓富贵包 所以自行做拔罐 所以最后就瘫痪 施尽 所以我们来请教颜医师 到底什么是富贵包呢 颜医师 是 我们可以看到正常人的脊柱的话 我们的颈椎是向前取的 是 然后胸椎是向后取的 那么在正常人一般人的头的重量是五公斤 所以如果你的头向 因为向前请的话 其实那个重量是相对的一致在增加的 对 这个是因为每天我们看手机 看电脑是不是 对 低头 低头一足 对 低头一足 所以就是当我们长期的低头的话 我们的颈前肌群它就会相对的发达 颈后的肌群它就会变得比较薄落 在这个情况下 头脑袋是不是一直向前请 我们的颈椎它就会向前地凸 那胸椎为了把我们前请的脑袋给拉回来 它就会向后凸 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个有富贵包的现象 这个跟鸵背不一样的 那鸵背是它的病因之一 可是我们如何 就是说低头一足很容易会有富贵包 但是鸵背的人会有富贵包吗 对 就是鸵背 圆肩 低头 这些都是一些导致富贵包的一些病因 现在老师有没有测试我们两个有没有富贵包 可以啊 我们到墙 墙了没有 对 到墙 我很想知道 检测一下 你们看有没有这个 首先你的背 背 头 然后臀部 还有小腿靠着墙 你看其实你的整部呢 没有完全地靠在那个墙的部位 是 所以你是有一点点那个富贵包 是有一点 是的 你可以看手机 其实那个富贵包是本身会觉得疼痛吗 疼痛上 初期的话一般上还不会有疼痛的感觉 但是久而久之的话 如果它压迫到神经的话 就会有颈尖的一种放射性疼痛呀 老师你是说我有一个空隙在那边 所以就是 就是你这个整部不能完全地靠墙 可能老师你要指我这里 观众才看得到 对不起 这里整部要完全地靠墙 如果你要对了 要这样子 这样将就就对了 对 所以这样子可以 它是成功靠到墙 这个的话它是通过收了下巴以后 这样我就有双下巴了 对 所以它是有一点像前景 正常人来说是可以这样靠墙 这样的 其实这个所谓的富贵包呢 是会对一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对对 OK 如果它压迫到我们的神经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放射性的疼痛 上肢放射性的疼痛 是 麻木无力这些 然后还会有这些头痛的一些症状 眼障 会有一些耳鸣的一些症状 那如果它压迫到我们的椎动脉的话呢 就会导致一些头晕啊 导致恕不清的症状 所以也会造成一些健忘啊 对 胸闷啊 心慌 对 失眠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失眠竟然是来自富贵包 对对对 来自这个富贵包 为什么会叫富贵包啊 是有钱人在 偶尔是吗 老师 为什么中医学生会叫富贵包呢 因为每一天就是坐地头就 看手机 就不需要出劳力的 是是是 整个坐在电脑前 对 这样子也非常重要 如果习惯性这样的话 就会有富贵包 其实好像手 我们又叫富贵手 什么都是跟富贵产生关系 但是其实也不是好事来的 对 也是好事来的 只有千万不要有 如果你真的有富贵包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对 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吗 是的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针灸 可以消除我们的那个富贵包的姐姐 好 再来的话 把罐 刮刷这些也是可以很好的 让那个气血通畅 去风除湿 然后消肿 散结 好 还有一个我们是可以推拿阵骨 通过推拿阵骨呢 我们也可以就是 把那个肌群给调整回平衡 然后把那个错缝啊 给调回去 那富贵包它其实不是因为它长了比较多肌肉 而是它肿脏是因为它的血管不流畅还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脊柱已经变形了 所以你附近就是肌肉附着的地方 它会相对的就是说已经不平衡 已经失去平衡了 是 是 是所以它就会一直往那一块堆积 中医来说我们就是说有毒了嘛 所以是可以放松它 然后就可以缓和了 对 对 这样我们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好 可能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刮砂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可以 我们可以通过刮砂 这样一般上比如说要用多长的时间来进行啊老师 如果是有富贵包的话 富贵包的话 一般上是要三到六个月至少 因为它也不是短期内造成的这个富贵包 所以要三到六个月 也是好几年的 至少 每个星期进行还是每个月一次呢 最好是每一到两个星期 一到两个星期就做一次 对 然后一般上就意思你会建议做刮砂 然后还是拔罐的 可以交替这座 主要就是针对不同的原因对不对 这个刮砂也是要让综艺师来刮吗 还是说我自己在家也是可以刮吗 可以自己刮的吗 如果最好还是找一个人帮忙吧 因为还是比较不方便再被一捕 就最好有人了 不然就会瘫痪看不到 那些学位如果错误的话对不对 疼吗 疼耶 是 疼吗 疼啊 很疼啊 任老师其实我们刮砂是应该要痛还是不要痛的 是咯 疼的话 有点疼痛是 我身体就会相对轻一些 老师有没有说你刮的这个部位是有特别的这些穴位呢 是的 这个部位的话就是我们大椎穴 是因为一般富贵包都是长在大椎处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说把这个阳气给通畅 那我们立刻可以看得到这张图大椎穴 就是这个穴位就是在中间这个我们的颈部的中间了 对 老师除了这个穴位还有其他的穴位重要吗 这样子还疼吗 是的 风磁穴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双手放在耳朵双侧 是 然后指尖向上 然后你可以摸到你拇指后面那个凹陷处就是我们的风磁穴了 风磁穴是这里 然后风符呢就是在风磁的中间点 哇 今天很快就触沙 是 意思就是什么了 是啊 是 体内可能比较热气 比较热气 对 还疼吗 应该还可以了 还可以 是吧 老师就是很快触沙 它意思就是它比较有热气还是比较疲劳还是怎样的 都会 都会 就是如果肩颈酸痛啊 我们通过刮沙也是可以缓解的 是吗 是的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刮沙呢 可能老师有提到就是一到两个星期就可以进行一次 那么如果有富贵包的话呢 建议就是要去找一些专业的一些医师呢 它才会找出有关的 那个问题 我相信富贵包呢 每一个人可能他的这个肌肉啊 或者堆积的这个状况也不一样 是吧 是 那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这个富贵包 OK 首先调整日常知识是很重要的 我们如果长期 不要爽下巴 如果长期是对电脑玩手机的话呢 建议就是每半个小时内 每半个小时就是做一次五分钟的颈椎活动 对 老师可以教育我们吗 比如说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就是往后 往后 因为就是富贵包是低头导致的嘛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要抬头挺胸 对 就是往后 或者是可以左侧 OK 然后在右侧 这样子再旋转动作 就是如果你对着电脑久了之后呢 隔一段时间就做一些 对 半小时做一个五分钟 所以老板看到不要觉得他偷懒 主要是他在做这个颈椎的这个动作 对 还有一个动作就是用食指顶 扶着下巴 往后推 对 不用很大力的吧 不用 往后推 10秒 然后再休息 对 把头摆回原位 因为我们就是前颈才有导致这个富贵包 所以要必须要往后推 要推多久 我们觉得前颈才是对的 其实是错误的 对不对 不然我们就会一直这样 所以真正的才是这样 就是继续选往后推 对 所以很多人刷手机的时候 最好不要这样 要这样 对 要平视 要这样 这样你才会 可能手会比较酸一点 对 没有办法 这样你就会富贵手了 对 所以就不可以一直长期看电子产品 对 对 那这里有一个观众 他的手机尾号0896 他就想问严医师 小孩子会有富贵包吗 小孩子一般上比较少会有富贵包 但是脊柱的变形是有可能的 可是会不会现在时代的发达 现在小孩子都看很多这些平板电脑 对 所以就是脊柱的变形 而且很长时间都是在低头的 对 所以他的颈椎的弧度 一定会有一些改变的 所以可能这个富贵包的怎么说 就整个的问题 可能会不会越来越年轻化 是的 已经再年轻化了 老师见过的病人最年轻有多少岁 二十几就有了 二十几就有了 对 属于比较丰满的人 就会比较明显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不知道说 他比如说他胸闷之类的原因 是来自富贵包 这样子长期下去的话 应该会带来很严重的影响 是的 所以就要尽早做资料 老师 就是我们在洗澡的时候 洗一些这个热水澡 会不会有帮助 因为可以加速我们的这个睡觉循环 热水澡就是你说冲那个 冲背还是什么 当然可以 但是还是得看天气 然后还有看环境 就是说如果在寒冷的地方的话 尽量还不要冲太烧着水 可能就会感冒等一等 对 感冒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了 我们的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 教会们的许多 以及有关一些 这个预防富贵包的这些问题 是的 谢谢袁医师 谢谢 好的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们刚才讲 刮痧可以去除湿气 其实有一些草药 也是可以帮助去除湿气 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草药呢 去除湿气的草药 白花蛇蛇草 白花蛇蛇草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 它主要生长于湿润的山地 草垫和林源地带 白花蛇蛇草不仅含有多种生物碱 包括紫花碱和紫花蛇蛇草碱等 还含有黄铜类化合物和多糖等成分 这些成分具有清热力湿和解毒消肿等功效 能够帮助人体排除湿气 改善湿热引起的各种症状 白花蛇蛇草不仅可用于内服 还可用于外敷 治疗湿疹和脚气等皮肤病 艾叶 艾叶是一种常见的去湿中草药 具有温精散寒 去湿止痛的功效 它含有挥发油 黄铜类和栽醇等成分 其中挥发油中的挥发性成分 对于去湿有显著的效果 当身体受到湿含之气时 可以用艾叶煮水饮用或用来洗脚 以便加速血液循环 达到散寒的作用 艾叶可以内服外用 用于治疗风湿关节痛和湿疹等湿气 所导致的病症 威灵鲜 威灵鲜 又名泄白 是一种常见用于去湿的中草药 威灵鲜为百合科植物 主要生长于山野 西边和河岸等潮湿环境 它的根茎含有挥发油 生物碱和灶干等成分 具有清热力湿 驱风止痛和通筋落的作用 威灵鲜可用于治疗湿热引起的症状 如湿疹和腹泻等 还有明显的抗菌抗炎作用 可用于治疗感染性疾病 欢迎回到火力加油站 那在之前的环节呢 我们已经大致上地了解 这个富贵包是怎么形成的 那通过拔罐或者是刮纱 可以稍微地去舒缓 那其实呢通过药膳呢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减缓 这个富贵包的症状的 好 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中医师 赖滋荣 赖医师你好 是 今天我们说的是富贵包嘛 所以通过药膳也可以减轻富贵包吗 对 那我们如果从 我们先从中医角度来看 这个富贵包 那中医角度来看的话 你看它就肿起来嘛 对 肿起来来讲在中医来讲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 大概是中医的大椎屑的地方 大椎屑是我们的羊 应该讲阳气聚集的地方 比如说有经脉聚集的地方 所以当那个地方堵的时候 会怎么样 就是代表一般就是那地方有寒 有湿 有淤 有淤 有淡 这样的地方 全部都堆积在那边 对 就是那边不通嘛 好像我们道路堵住了一样 所以变成我们要利用去 给它输金活血 然后化痰 去淤 这些方法 去寒的方法 让它重新把道路打通了 那这个 它的阳气的通道就会通了 对 它就会往头的通道 就会疏通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是它的富贵包会稍微减轻吗 它会减轻的 其实富贵包能不能够根治的 那当然是第一个 根治来讲就是第一个 你知识你要正确 对 然后还有就是避免受寒 可是这很难做到吧 对 很难 因为我们现在人都是 主要穿着 因为你要讲这个地方 我刚才讲的大椎屑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我们阳气聚集最多的地方 所以也相对它比较怕寒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这地方容易 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常常感冒的时候 是 而且又做冷气房 然后又很夜洗澡 是吗 对 那比如说我们平常如果保养来讲 比如说你可以做你热敷啊 敷在这边 对 对 对 或者拿我们 比如说我们洗头对不对 有吹风筒 虫筒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可以吹吹这里 或吹一大堆层 我有这么做耶 对 对 每天对不对 多花个一分钟把那地方加热一下 原来如此 其实我不理解说 我只是有人教我说 最好是吹一吹这个景象 但是我不知道原来是 可以减缓这个富贵包 因为那个地方是大堆屑来讲 让那地方热的话 它就会去寒嘛 去淤嘛 对 对 散湿嘛 对 热有这样的功能嘛 所以一样道理 每天比如我们有吹头发习惯啊 你就每天把你的大堆吹一吹 或肩膀这边 颈部都给它吹一吹 多花个一分钟两分钟 其实都是被它 还有吹脚底 对 脚底 或者是说任何地方 其实吹风筒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是喔 可以帮我们去除湿气 比如说有些膝盖会容易痛的啊 会比较容易痛的啊 就吹一下 膝盖 这个30秒 一分钟也就可以了 或者小腿也是可以 对 也是可以的 好 来回归我们的正题 就是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减轻 这个富贵包的呢 对 这是葛根酥筋糖吧 我们今天介绍一个葛根酥筋糖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现在葛根嘛 葛根 葛根这个药呢 在我们的那个 如果你要针对我们肩膀痛 或是颈部痛的一个 是很好一个很重要的药 它的主要重要是在我们的上半身 它可以有解肌的作用 对 那解肌症痛的作用这样心热 然后再来这个肝草呢 它也是有缓急止痛 然后加上它可以加强我们的心脏的力量 会比较强一点 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是 对 对 然后这个是黄芹 黄芹应该大家很常见嘛 补气嘛 它一般就补肺气 所以它一样是作用在我们的上半身 所以我们打造一个补阳气的作用 温阳化 就是除湿了之后再补回去 对 让我们阳气增强一点 对不对 让我们可以疏通一下 那当归这个一定是它有活血 补血的作用 那帮助 配合像刚才前面的这些黄芹啊 葛根啊 它就帮助可以行血 然后有可以散瘀啊这些作用 对 那桂枝 桂枝这个药它也是很特别的药 它本身它就是 它有强 如果在现在的医学来讲 它有强化我们的心脏的功能 对 那还有桂枝的话 你看桂枝嘛 枝它是树枝 所以对我们的四肢 肢节 关节这地方都是有帮助的 对 那它有温阳化气 对 筋的就是肢节 我们四肢 肢节 关节啊这些都有帮助的 对 然后这个穿穹 穿穹它本身也是一种活血型气的作用 所以它搭配跟我们的当归啊 当归跟穿穹 其实这两个药是我们的一个四五汤里面的其中两个药 所以所以在女孩子来讲 它用在复刻紧密比较多 但我们可以相对穿穹它对我们的颈部也是很有帮助 譬如说像我现在会颈部痛引起的头痛也是很有帮助的 是 了解 然后红枣一般就是补气 补血的作用嘛 然后也养颜美容 就是达到气血循环的那种帮助 然后今天我们选用是肌肉 瘦肉 对 那医师选的是鸡胸肉 对 鸡胸肉 因为我们想说因为这个是我们你可以选择有鸡腿什么的 那我们不想那么多油的话我们就选择鸡胸肉 是 对 那做法很简单 就第一个我们这个鸡肉先汆烫切块 对 那然后之后呢 然后就药材把所有药材全部放进去就可以了 嗯 这做法非常简单 嗯哼 应该包多久啊 包多久一般水滚以后再包个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嗯 对 那主要这个这个汤方我们主要是取它的汤 它的汤 对对 但是如果说你想吃它肉也可以 但因为我们今天选用是鸡胸肉 可能它煮了以后会比较有点柴 对 对 那但是因为我们主要是取它的汤 因为它有 我们最重要是要给它活血化鱼 是啊 对 去湿这些 嗯 所以这个是适合每天喝吗 如果说本身你有富贵包的人 如果你没有 譬如说现在并没有处在感冒啊 或上火的阶段是可以的 怎么说呢 感冒的话 因为如果说你有感冒上火的这些状态 它本来就热了嘛 那本身在我们药方里面它又有一些 这样黄芪啊 那个那个那个当归啊 这些它有点会助 会有点温补的作用 它会加深你的这个 比如说有喉咙痛啊这些的发育状况 对 就是暂时避免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说你是都没有状态的话 是可以 你也可以喝一点的 了解 对对对 好 我们再来重温一下 这个葛根书金汤的这个药材 还有它的步骤 加热 适用这个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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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的炒 适用这个炒 最后的炒 你还能够到 在一起的炒 你还能够到 你还能够到 这是在一起的炒 你还能够到 你还能够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经常对着电脑或者是要看着手机的话 可以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富贵包 今天教大家就是葛根书精汤 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富贵包的 我试喝一下 那意思我们的富贵包 这个药膳就是最后要加点盐 盐巴就是看个人 如果你觉得想调味的话 因为它的味道有点淡淡的 那以前你觉得想要调味甜甜的 那你可以放个盐巴放下去就可以了这样子 因为它是有当归的关系嘛 对对对 所以应该是不适合孕妇吧 对不适合孕妇 或是一些你有一些 比如说正在有出血状态的人 就比如说你有一些出血的一些疾病的人 就不会比如说胃出血 那就不适合 或者是发炎 发炎 比如发炎家正有发炎中发炎感染 就可能暂时不适合 可是适合每天喝吗 如果你是没有这个话 如果富贵包来讲 每天喝一点就可以的 对每天喝一点就可以 就喝着一小碗一小碗是OK的 但是我们就避免不让小孩子喝吗 小孩子的话 如果小孩太小的就不适合 因为毕竟里面有那些比较活血的成分 如果说它是12岁以上的 可能是可以的 可以的 老人家也适合吗 老是可以 老人家如果它还是要针对它的体质 如果说它是比较 怎么讲 比较贫血的这些的 可能就是还要再注意一下那种状态 其实如果我好像没有什么富贵包 我平时这样子喝也是可以吗 可以啊 你可以一个礼拜喝个一次 到两次就是当保养 比如促进血续循环法 是 而且它有点滋补 对对 而且它可以放松我们的肩膀 了解 好的谢谢 賴医师叫我们做哥哥的书筋汤 好我们休息一下哦 稍后还有安心生活方 12 cards in a circle 1 more at the heart with this final card 1这一闹 1闹 不需要用人的手指 誰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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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先的手指 你會先解決 你會不會有任何事 你會不會有任何事 我會不會有任何事 I have it Motation Lostation When you take your last breath Who's next? Lo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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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火力加油站》来到安心生活房 今天我们还是有钟晓的 是的 钟晓你好 钟晓你好 那么今天会教我们做些什么呢 今天会制制一款就是按摩锤 按摩锤 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富贵宝对不对 是 是 是 或者是一般上我们就是可能坐在这个办公啊 电脑前啊 就是可能背部比较累 是 那所以呢 这一个锤子有多好呢 那它就可以帮助舒缓一些可能肌肉的酸痛啊 然后因为我们使用的一些草药呢 是带有那个香气的 就是可以挥发出一定的那个精油这样子香氛 这样也可以帮助就是放松整个 是 是 就一举两得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今天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好不好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左手边 对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艾草 艾草 那么艾草其实有什么功效呢 那艾草呢 一般就是它在传统上的华人呢 就是它就是有皮鞋啊 然后就然后也可以促进好像学循环啊这样子 都很好的 很多在我们看这些宫廷剧都会看到这个艾草的出现 是 又可以去虫啦 然后其实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 是 是 然后这个是一种棉花 对 好 因为待会我们要做这个锤子嘛 对对 是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棉花呢 可以就是 保持它的那个柔软度 啊 好 那这里呢 我看到还有另外的一些草莓 这是香 香茅 香茅 哦 干米的香茅 对对 那我们知道香茅那一般呢 有那个舒缓 就是让神经放松啊 然后它释放出的香气也很很很疑人啊 对对对对 所以就这样子来做一个搭配 很我们叫什么很清爽 对对对 很refreshing的那个感觉对不对 是 那除了我们有这个香茅就在这里还有什么 这是薄荷薄药 薄荷药啊 薄荷药啊 薄荷药有什么功效呢 那薄荷药它也是带有那个凉凉的那种气息啊 这样子 然后就是整个搭配起来 它就是像Sman讲的就是比较清新清爽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啦 你垂下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嗅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放松的 对对 所以香味有特别的轻松对不对 是 然后这里当然就会用一些 毛线 会用到一些毛线啊 还有橡胶圈啊 橡皮筋 是 还有这个竹干 对就是藤棒也可以 竹干也可以 或者是一些可能废弃的烧把棍啊等等 都可以 主要容易上手就OK了 是 还有就是袜子 是 袜子呢或者是一些棉布啊都OK的 所以我们选择袜子的话 可能家里有一些旧的或者是 废物利用 对对对对 还有当然就是剪刀啦 是 怎么做呢中学 来 首先呢就是把袜子呢 就是在它下方就是剪开来了 剪开来了 那剪开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先塞一些那个 就是棉花在底部 对 好剪开了 嗯 就放入一点棉花 嗯 我觉得袜子比较好一点 它已经 就是它的形状 是 或者是有一些棉袋啊都OK的 啊 或者是一些井囊啊 都可以 只要它大小适中就可以了 是 然后就放我们的草药了 对不对 那草药的话可以就是稍微 就是放 可以投入啦 不用太多的喔 一个个人的喜好 那看你要做出来的大小是怎样咯 就是适当地放入一些这样子 去把它混合 嗯 是 这个艾草喔 一出来就是非常 对 它的香气 那个味道香气非常的 然后我们最后呢 再塞入一些那个棉花 棉花 这些草药呢就是掉出来了 嗯 因为有些时候呢 就是干了的这个草药呢 可能比较尖和刺 是是是 它有一些枝干啊那些 当然如果你要细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的那种枝条啊 就是挑出来 那之后呢 再塞入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棉棒 那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稍微做一个 先用橡皮筋呢 就是做一个固定的动作 是 就好像一个拳头这样 对对对对 就这样 很可爱 是 好 先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橡皮筋来固定 整个的这个形状 是 然后呢在最后 再套上那个 用我们的毛线呢 毛线 是围绕着那个 那个藤棒呢 再做一个捆绑的动作 就OK了 加以固定啦 这样子 好 那么就不会把 就是里边的一些草药啊 是 是 就很容易 一露出来了 对就这样沿着它 整个 这样子绑紧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啦 这样就是完成了 是 非常地简单 是 看起来呢不需要这个 两分钟的时间 对 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自制的 怎么说 这个草药的按摩锤呢 就可以把它 制作完成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呢 立刻来复习一下 有关的这个材料 以及它的制作方式 我们下期待 好 那我们的这个草药锤呢 已经是做好了 是 是 非常地 老实说很可爱一下 它好像一个小拳头 对 那么就是可以这样 垂垂打打 对对对对 就是往你自己的穴位啊 或者是 就是 肩膀啊 然后肩颈处啊 这样子来垂打都OK 要不然的话 就好像在家里啊 就是 夫妻啊等等啊 相互的垂打 按摩啊 都OK的 这个 真的很好 我觉得可能用在这个 婴儿上啊 或者小孩也是可以 是 因为它就柔软啊 对对对 它不会像我们就是 买的那一种 直接就是可能 比较硬的 对比较硬 这个就是很柔软 是 就很好用的 可能也可以 带去办公室啊 可能住了太久的时候呢 就稍微垂一下 嗯 OK 很好 非常实用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忠神呢 可惜 教会了我们这个 DIY的我们的草药垂 可能大家呢 在家里呢 可以尝试一下 做一做这个 然后呢 时不时呢就可以敲打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时间呢 交给我们的 WOWSHOP的同事 Melissa 来看一下今天 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康 介绍给我们呢 哈啰 哈啰 谢谢 活力加油站 那待会呢 来到我们的 活力好顾物的时候呢 就陪我们一起庆祝 WOWSHOP 八周年庆啦 为什么这样讲呢 八周年庆的时候呢 虽然是我们生日 但是有很好的这个 回馈要赠送给大家的 是 首先呢 当然呢 我们就是呢 会有赠品要赠送给大家啦 当然呢 也是如果呢 你有购买我们的产品的话呢 只需要满88令吉 就可以参与呢 我们的有奖竞赛 还可以赢取呢 就是一个哈 价值2000令吉 5gram的金条 而且也有机会呢 把288令吉 WOWSHOP的Voucher 购物礼券 给抢购回家 记得今天呢 待会儿这个环节呢 会有两位幸运儿呢 是可以把我们的 这一个购物礼券 抢回家 最主要的是今天带给大家的 这一个价值呢 我跟你讲 家里一定要有它啦 是 厨房里面需要把这些杂物 堆在一起啦 都可以把它抢回去的 因为呢 是买依送一些套主 是的 没错 所以待会儿呢 一定就是要留守在 我们的这个 活力好购物 我们一起呢 来庆祝生日咯 把时间交回给Desmond 非常感谢 Melissa 以及Amazon的 大家要记得了 留意我们的这个 WOW的这个 活力好购物啊 因为今天呢 真的是有买又有送的 那明天活力交战呢 要和大家呢 探讨的课题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 我们我相信 就大家非常爱吃的 这个草莓 那么草莓 竟是最脏的水果 我们又应该如何清洗它呢 明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那观众朋友们 如果有任何的一些疑问的话 欢迎大家 可以简讯给我们 我们明天的专家呢 意义将会为大家解答的 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这个时候 在这还有一天 我才会叫你 这个时候 一个洋匙 对 我就会跟超过 在这里 还想起来 我们会 другую 这麓 很麻烦 在这个时候 这就很容易 随住 你 赚 在这个时候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